一个像类似像这样的高楼大厦 比如说我以后要盖一个社区类似长这样子 那看起来啊 实际上看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它里面啊 是就是先画出一个类似像 这个我想各位来画应该OK 就是说那相关的尺寸啊 大概是这样 尺寸的话就是500 100 200 然后350 400 150 300 厚度强的厚度是15公分 你做出一个之后有没有 一个之后呢 你再近射一下 近射另外一边再近射另外一边 近射完之后有没有 再把它叠上去 看有几层就叠几层 那不就一栋大楼了 看你要几层有没有 这样就一层了嘛对不对 这高那高度你自己再抓一下 高度比如说我们就给他240好了 一层 不不不不止了现在都330吧3米3吗 3公尺或者是3米3最早3公尺OK 那就300或330 然后这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一直往上叠用了什么用复制正列也可以 如果你要盖个像板桥距离好像说至少30层40层 那太不过你K的可能要跑很久了 你就一直叠 你可以用复制正列嘛 复制一层 复制两层 复制三层 对不对 那这样不就可以 很快的就可以 你就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形状就可以了 那个尺寸不见得一定要照这个 大概就是照这样的形状 有没有 这样的形状 反正就是一户嘛 一户两户三户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怎么样 再把它变成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叠上去 一栋就出来 两栋三四五六七八 八栋 这栋就出来了 那底下后面你再画个椭圆 对椭圆填颜色就OK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很困难 实际上拆解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而且这个窗户 反正你就抓个窗户 看你窗户要长什么样子 这个窗户挖的方式的话 就刚刚我们做的 看你这个窗户要挖在什么 门开在哪里 给我们做出来 就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时间关系 大概就开个头 有时间你们可以试着画画看好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还有没有作业还没交的 你们刚刚好像有email给我 那个一个同学要